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能比较爱看的大概会是第三册 所以我就很听话不看那两册 你就变成大家了 但是第三册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学老师我要跟你讲 其实你前面他写了很多咱们枪枪三人形的这个话 对我来说有点清车熟路 所以我也没注意看 我就是问你一件事 是吧 那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讲到一件事 我说这个人 有的时候你像我有一个朋友玩微博的 这个什么叫耗到一个什么程度 他就能说吃饭的时候 他想到待会吃完饭 我就可以回房间 钻在被窝里玩微博了 他就觉得无比的喜欢 幸福过瘾 我说这是一种耗到一个程度 学老师说 他有这个感觉的 唯有他写这么多东西 写的一篇我的回忆录 这算是废帖是怎样变成的 因为这个出书的关系 出版社也希望他能写些他自己的音容 不是 自己的增容岁月 他就说 每天想到我回去要写这个的时候 心里都心头露撞 不是 就好像期待晚上有一场巴萨的比赛 晚上有一场什么 你想今天半夜三点钟 有一场巴萨跟什么人的比赛 特别跟黄马的比赛 那我这个晚上做事情的时候 一直很开心 对我来说就像是以为晚上有一场性爱 对吧 我为什么至今一本书也没出过 就是因为我一直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等到过这个感觉 就说写东西 哎呀想着期待着 喜欢上瘾过瘾 但是许老师 为什么我说咱们一定要宣传 咱们这个枪枪三人行节目 主持人一本是没出过 但是咱们左边坐着 畅销出作家 右边咱们许老师 雄文三册 这是我的骄傲 是吧 这是我的骄傲 我到北大打书还拉他去帮我主持 对对对 所以 总得站台 所以呢 这个很有意思 我的心得呀 徐老师待会再说 但是呢 我说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叫这个徐老师啊 咱们先得出一下这个徐老师的这一坎坷的一生 他用这个照片的手段 来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一生 这是我一家人 下面我最小 这是60年代 他们说要年轻笑 哪个是许 最下属那个抱着娃娃那个小孩啊 我也是那个娃娃 娃娃 我也是娃娃啊 但因为我在这个书里面 关于我父亲 关于我哥哥都写了很多 对 所以我特别出一张 他父亲像像像像现在延老知识分子 旁边那个女的是我的姐姐 是我爸爸的私生女 哎呦 哎呦 你爸爸我很钦佩啊 来再再再再再再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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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那这是我在乡下的时候 在我里面写的最多的时候 这三张照片是我三个性格 左边是战士 中间是流氓 右边是书生 哎 我就说中间像小偷的 不是小偷 拿着酒瓶 抽着烟 这是我基本上一生的性格 就这三张照片 好 大家看下一张 这是网络水 哦 网络水 因为 高谈阔论的是徐子东 对 对 因为照片嘛 显示人的性格嘛 那就是社会关系就是人的性格嘛 可以再下一张 下一张 中间的是前古荣教授 这是我的老师 恩师 这个恩师 右边的是周英雄 台湾的学生 那边是延安的窑洞吗 不是 是港大的那个陆右堂 就是什么社界那个地方 就这个拍 这个左边就是我 这80年代吧 这80年代 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 你瞧徐老师那时候 哎 已经穿上黑领带了 啊 再看下边 嗯 哦 这张很有意思了 这是刘 呃 刘凡跟周策仲 对 这是全世界研究武士最好的两个学者 可是下面的日子你看 90年5月4号 对 哦 我是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开会我的演讲 周策仲跟刘凡看着我演讲 哦 这是这讲武士运动 所以我这张照片非常 又是在武士 啊 又是在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个是呃 那女的是谁 女的是呃 我的一个朋友 她是德里达的中文翻译 是吗 张 张宁 张宁 长得不快呀 日内瓦大学的教授 现在嫁人了 这个这个 文道也知道 呃 右边的是呃 王沪宁 哦 是当时复旦的 我是师大的 他是复旦 我们当时看见 王沪宁现在都跟着国家领导人了 但是你想一边是这个 这个王沪宁 一边是德里达的翻译 咱这张照片 有有 我要坐中间就好了 你别说有点像少年时期的我 不是徐老师 有点乱了辈份啊 再看下边 来 哎呦 这是这个漂亮的 咱就不敢想什么了 这是燕子姐姐 没错 没错 这个是年代出了 这是我这个 When I was young 我现在香港 看香港 不是不是 美国 美国会 这是美国会 刚第一次到香港来的时候 对 感觉有点那个 徐指摩 林徽因嘛 是吧 对 来看这 再看下一张 这是我在美国第二次拿学位 在加州大学 下面是我女儿 女儿 然后你可以紧接再下一张 这是我女儿在加州大学拿学位 哎呦 徐老师 现在 舍不得给女儿特写 徐老师的这个女儿啊 这个美女 谢谢 我好多年没见了 不晓得长得怎么样 就长成那样 就长成那样 我一直惦记 是 没有 不是我也 我们组的年轻的男孩子曾经见过一面 大家一直经常念叨 说徐老师女儿怎么还不来啊 哈哈哈哈 他那个时候很小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是 然后第二次我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人家了不起啊 人家女儿现在在哈佛念研究生啊 徐老师这一生啊 真是 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 还没过呢 还没过完呢 这是一个 咱离金正日同志还有一段距离 别一生一生的 半生 半生 半生缘 徐老师就半生缘 而且呢 坎坷都是说不清楚的 苦都是说不清楚的 我的一生有个大毛病 就是不讲苦 老是秀自己好的时候 所以人家有个感觉说 你怎么好顺利啊 其实还真是 其实是充满了很多挫败感 但这其实也挺好的 我觉得人家性格 就是因为中国人是很容易有一种苦难崇拜症 就你我们都见过这种文化圈特别多 就贾张科讲的特别好 就电影圈很多这种人 一喝晚上喝酒 喝多了 就说你们现在小孩 哪晓得我们当年内苦啊 然后讲一大堆 那讲的时候大家震住了 哎呦 您大哥您内害 就谁苦谁牛 你就是比苦大中生 那你不会这样 对这是到北京有记者 看了最后的那个自己的故事 也都这样说 他说你好像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什么大的灾难 大的波浪啊 什么什么 我就想过去的岁月就是这样啊 无数人的岁月就是这样啊 我不能提到好玩的 那个有趣的 不像现在很多名人都可以写得很有趣 我也没有那么重要的 我看的非常有趣 所以啊 他这是他唯一的 就是写得最愉快的 他觉得是每天自己很愉快 也是我看的最愉快 是吗 所以我还是闷呢 是不是很闷 很琐碎 就别的都很闷 就这个不闷 别的他都是文学理论的 这个 主要是因为我们认识你 就是对 很有关系 要不说咱们也是有缘 对吧 我们俩生日都是同一天嘛 不像你跟毛主席生日同一天 是吧 我跟毛主席也有缘 对 我就说啊 我看了这个之后啊 徐老师 时时有微笑 因为咱虽然是朋友 咱也讲老实话 这个徐老师呢 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喜欢徐老师 对吧 也不是说徐老师身上一切都招人喜欢 对吧 但是呢 很多地方啊 哎呀 我就看着其中的这个款曲啊 真是你 我就觉得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孤儿 或者说是一个孤独的孩子 我就这个看到你从小啊 一个那种又有点胆怯又新奇 啊 一个实际那个孩子啊 就隔着一层玻璃在看自己经历的一切 而且呢 有一段 我认为啊 到今天节目当中 哎 他的性格啊 都能显得出来 广告之后 我给你们念一下 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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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有观众说吗 说咱们仨这个文道是渊博 徐老师是刻薄 文道是轻薄 但是他不是刻薄 他就是有点较真 他把这个归结于他的老家 其实你身上有上海人的东西 台州人 但是又有浙江台州人的东西 鲁迅讲柔识的时候 台州人的硬气 后来我发现我父亲是 我父亲真的有这种东西 后来我现在发现 我自己有这种意识 你看不清楚 这些东西揪着不放 其实我倒觉得 他是可爱的 不管他身上有什么上海人的特点 还记得